台南知名牛肉食堂 以牛肉火锅结合越式料理 独特口味连市长黄伟哲 都曾经招待过 卫府部长陈世忠前来品尝 如今这间食堂要插起北高雄商圈 跟南高雄知名的 涮牛肉店一较高下 加起牛肉涮个三下 得搭配酱汁放进嘴里 入口即化 牛肉汤一直是老饕口袋名单 现在想吃不必到台南 知名牛肉食堂插起北高雄商圈 把台南道地口味原封不动 搬过来 我觉得它肉质很软 对 然后配这个酱汁很好吃 我觉得嫩嫩的蛮好吃的 嚼干啊 口感都比较好 凹煮八小时汤底 台南直送温体牛 再加上独特越南河粉 口感Q弹 酸酸甜甜 吃过的都说赞 越南河粉还有一些凉拌的 客人也是接受度也是很好 而同样主打温体牛 还有南高雄这间知名涮牛肉店 除了产地直送温体牛 又大股凹煮汤底 最特别的就是顾客必点芥兰牛肉 沙茶牛肉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也很好吃 它的咸度还有辣度都是刚刚好的 而且吃起来就是不会很腻 酸牛肉 花枝丸也不错 就是因为它的牛肉蛮新鲜的 对 然后汤也蛮鲜甜的 两间知名餐厅各有主打 各有千秋 难分宣制 以真材实料掳获老涛的心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